欧洲不能没有阿尔卑斯山 就像中国不能没有秦岭 两万年前 相当于两个江苏面积的巨大冰盖 将瑞士全境 意大利北部 德国南部 法国东部彻底冰封 如同绝境 冰河世纪在欧洲达到鼎盛 若干年后 冰盖之下的阿尔卑斯山真容显露 并迅速成为欧洲第一名山 他孕育绝美风景 称称欧洲的中心花人 他滋养文明 影响着欧洲的历史进程 要了解欧洲地理 就必须了解阿尔卑斯山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将和比亚迪一起 深入阿尔卑斯山 阿尔卑斯山 大家可以带到阿尔卑斯山 是有些人 把阿尔卑斯山 要有些人 把阿尔卑斯山 穿过这片雪原 就会看到阿尔卑斯标志性的景观 一个典型的脚风直冲天际 它就是马踏红风 接下来让我带你攀登一次 你就知道它有多陡峭 山脊薄得像刀刃 地面坡足往往超过60度 让人难以逆走 正因为如此 历史上有超过数百人 在攀登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究竟是什么力量 马山风塑造的如此的力量 这一点我们放在稍后解答 先来看看它的海拔高度 4478米 与青藏高原动辄七八千米的山峰相比 阿尔卑斯的海拔并不突出 但这里竟然已经是一片冰雪王国 它的冰川更是向下延伸到海拔两千多米 这是因为阿尔卑斯是天生的冰雪摇篮 它坐拥北大西洋暖流的水系 降雪量得天独厚 更让很多人意外的是 它的纬度与黑龙江相当 夏天温度不高 许多积雪中年不化 它们积累成一千两百条现代冰川 冰储量相当于2.5个三峡水库的库龙量 而在两万年前 冰河世纪的鼎盛时期 冰储量正是接近现在的一千倍 一千倍什么概念 看看我现在的位置 冰雪已经填平了沟谷 大地几乎呈现为一个平面 而在两万年前 冰川最多时 再往远处 远到天际线 绝大部分的山峰 绝大部分的沟谷 都被冰雪填平 填平中国的四川盆地 也不在话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场漫长的冰川期 从11.5万年前开始 当时地球运行姿态上的 一些周期性改变 使北半球吸收到的太阳辐射 显著减少 导致地球温度下降 冰河时代就此降临 两万年前 冰川势力最大时 整个阿尔卑斯 被一个最后达两千米的 大冰袋完全覆盖 是的 两千米 如果冰川出现在今天 没有任何一座摩天大楼 能够逃过雨 欧洲著名的城市 日内瓦 苏黎氏伊斯布鲁克 将全在冰盖之下 慕尼黑 米兰 都林 也将冰临城下 早期的人类也被迫撤出了 阿尔卑斯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冰雪将为他们塑造 一个全新的家园 迎接他们再次回来 首先冰雪将创造一个田园世界 冰雪将在冰雪上 这就是几个田园世界 这是几个田园世界 是 完美 今天我是学童工 好的 你很喜欢这种 因为你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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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夏天雪都化了 则到山上去享受清新牧草 讓我們全程飛越 來看看像這樣的山谷可有多美 創造它的力量就在山谷的盡頭 那就是冰川 兩萬年前 巨大的冰蓋一流出一條條冰尺 沿著大地搏入處不斷刨屎 一路砍瓜切菜披山開路 一條條冰川谷就此誕生 它們底部寬闊平坦 兩側則高聳陡峭 後面如同一個巨大的幽渍 而當冰蛇衝出山谷 又像一條巨龍把腳伸到了平原之上 一萬年前 地球運行姿態再次發生改變 地球接收的太陽輻射增加 溫暖重回大地 冰河世紀結束了 冰川刨屍出的洼地 被冰雪溶水和降水填滿 成為一個個冰川湖 湖水這麼爛 表明它可不是一般的深 它最大水深425米 湖底甚至低於海平面200多米 可以放下8座比薩斜塔 這樣深邃的湖河 正是冰川巨龍的小腳丫 不斷摳腳 呃 不斷逃食的結尾 冰川退去的山谷 則被河流 青草 森林 以及各種野生動物填滿 人類再次回到阿爾卑斯山 重建家園 阿爾卑斯也化身為歐洲的超級水塔 從它身上發源的河流 匯入多河 羅那河 萊茵河 多瑙河 福育出國的阿佩斯 韋也納 米蘭 博爾尼 日內瓦 等歐洲文明的明珠 造就冰川谷的同時 冰川也打通了阿爾卑斯山的內外通道 將在日後一次次改變歐洲的歷史進程 這是阿爾卑斯的一個山口 1800年 拿破崙 就從這裡翻越了阿爾卑斯山 突然出現在對手的背後 改變了戰爭的走向 不止如此 加太極民將漢尼巴 羅馬總督凱撒等 都曾利用冰川谷翻越阿爾卑斯山 點燃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 萬年冰河 千年鐵馬 最終演化出諸多國家和民族 沿阿爾卑斯山分布的格局 成為歐洲文化多樣性的代表區域 再者 冰河世紀龐大的冰川群 從多個方向不斷刨石山體 批量製造出形狀各異的各種山體 甚至包括馬特洪峰那樣的剿峰 十九世紀起 歐洲的探險家 開始向高山發起衝鋒 而阿爾卑斯正是一個天然的 全段位的登山學校 到二十世紀初 冬季奧運會在這裡誕生 再到今日化身歐洲人的山地花園 一個戶外聖地誕生 今天我和我的小夥伴楚陽 將在阿爾卑斯山來一場攀岩比賽 看誰先到終點 三 二 一 掃 掃 什麼 什麼 對普通人而言 這裡的雪山不缺氧 幾乎沒有高原反應 甚至鐵路 賓館 攬車 直接修到了雪山之間 堪稱世界上最溫柔的雪山地帶 如今人類的建設如火如同 阿爾卑斯卻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時刻 因為冰雪的脆弱 遠超人類的想像 你能想像沒有冰雪的阿爾卑斯山嗎 最近幾年 馬頭洪峰腳下的這片冰雪 一到夏天就會徹底融化 而在一百年前 這裡還有一條巨大的冰川 終年不化 科學家預測 全球氣候變暖 將讓阿爾卑斯的冰川在2050年前消失一半 本世紀末將全部消亡 這些冰川曾在冰河世紀 以百倍千倍的體量橫掃群山 留下了一片颶風的國度 再之後 智人登陵 在短短一萬年中爆發出農業 畜牧 村落 城鎮 公路 鐵路 但從現在起 我們或許將在數十年的時光中 與冰川逐一告別 若干年後 許多雪山將不再是雪山 它們將摘下白色的帽子 變成普普通通的山峰 若干年後 人們也許只能告訴下一代 這裡曾經有條冰川 如何壯闊 如何紅味 若干年後 周邊藍寶石一樣的湖泊 翡翠一樣的河流 都將失去冰川融水的補給 這是海米 是的 這是海米 這是海米 像這種冰川的減少 會對你的牧場有什麼影響嗎 我們說 我們說 有些冰川的冰川 可能會變得更新的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其他冰川的冰川 是更濃烈的 更濃的 所以我們擔心 我們擔心 是的 不像以前那麼好了 謝謝 謝謝 對 對安爾貝斯來說 這不過是他的又一次換裝 因為他早已見慣地球的冷暖變遷 而無法置身室外的是我 失去冰川 人類面臨的不僅是 失去一片風景 還可能是頻繁的乾旱 突發的洪水 以及更多無法匿跡的未來 這是一場全球共同面臨的巨變 幸運的是 在阿爾貝斯 人們已經開始行動 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逐漸成為共識 越來越多的國家 越來越多的企業 也加入了這場行動 藉助科技的力量 助力能源和出行方式的變革 當八十億人的選擇匯聚在一起 我們或許擁有改變未來的力量 將冰河世界的馈陣留在阿爾貝斯 讓它永遠美麗 永遠閃耀 與阿爾貝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